月丫头,你怎么好端端的招惹上了圣玉呢 嗨,月丫头,你别理会龙丝爵那小子 那小子天天就一副臭脸对着我 月丫头啊,你应该也受不了这小子吧 月丫头,你别管他啊 他就是那副德行,一只冰山脸 冰山脸吗 龙主尊上对月姑娘,好像是要多热情有多热情吧 我听说风雪无死了,是不是这样啊 老龙主您消息,还是知道的蛮快的 当然了,我家花老三儿媳妇,我当然要打听一番了 花老三啊,你看到了吧,你那眼光真不咋地 我听说你认那儿媳妇想要对龙学院弟子痛下杀手 最后被死了 龙大宝,你休有胡言,那才不是我的儿媳妇 你认错了人了 不是你儿媳妇,那你认定的儿媳妇是谁啊 你倒是说说呀 龙大宝,你儿子的眼光还真跟你不一样 那当然,我儿子是天底下最好的儿子,眼光当然好了 花青禾,跟你说过几百遍了,不要叫我大名啊 你要是再这样喊我大名,老子弄死你 老龙主,其实挺可爱的 我错过了,老头 老龙主,我哪有上等的好酒,可愿随我前去 嘿嘿嘿,好啊好啊 看到了吗,花老三,我儿媳妇会给我上等的酒 你等着吧,我倒要是看看你找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 这么多年了,老龙主似乎总算渐渐的可以走出曾经的事情了 我那个混账姐姐啊,当年可真是犯下了滔天打醉 哎,好啊,龙大宝,那你就等着吧 等我回头,也领个厉害的儿媳妇,给你瞧瞧